咦 先生 先生 你怎么了 先生 先生 于晨 佟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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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佟晨 先生 先生 你家住哪里啊 告诉我地址 先生 爸 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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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醒了 这几天你都去哪儿了 你可把妈妈吓死了你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你都已经失踪一个礼拜了 雨晨呢 她怎么回事 你已经跟雨晨分手了 所以我就没告诉她你回来了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了吧 我们带袁叔去医院吧 你看 袁叔 身体不舒服 想不起来就算了 你等安全回来 爸妈就放心了 但是以后 爸爸希望你 不要再让爸妈这么担心了 好吗 我生气 我还是不害怕 你不想让孩子 我才能让孩子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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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然而是 我自己的 你不认为 一姐 食言器材准备得差不多了 少妃 来食言室有些日子了吧 快两个月了 你工作做得挺好的 谢谢一姐 我看你平时不太爱说话 光干活 没什么事多找小张他们聊聊天 我不太爱说话 觉得闲来有点浪费生命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后来觉得 多几个朋友挺好的 少妃啊 你有男朋友吗 一姐 我觉得你今天说话和平时不太一样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问我 没有 可能是我这个人不太会聊天 没事了 那我先忙了 嗯 你什么时候要问我 我现在找到了 公司的事情 筹备得怎么样了 还在准备呢 小琪的执行力很强 风风火火的 是个好助手 和小芊跟她分手 是她的损失 小芊不懂珍惜啊 小芊她最近 一直跟我告状 说你勾引她前任女朋友 你到底干什么呢 哪有啊 我这是在帮助小琪 小琪呢 一直想找一个 又负责任 又成熟的男朋友 我准备帮她打造一个 谁 何小芊 对啊 你可得了吧 从我认识她那天起 她就吊儿了 能没变过 不是是怎么知道 这样 咱们打个赌吧 好啊 赌什么的 如果我成功了 你就去给我 跟童雨晨表白 把你这些年 对她的相思之情 一五一十地 说不出 我觉得我和雨晨 保持朋友关系 挺好的 远叔 什么 你不知道这几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那你记得最近的事是什么 是我把一枚戒指 戴在李懿的手上 雨晨离开了 可那又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记得 你失踪那天 是谁给你发短信 约你出去的吗 我不记得 是李懿 怎么可能会是他 我查过 是他的电话号码 给你发的短信 可他一直坚持说 没发短信给你 或许 是其他什么人吧 那你回来的事情 告诉雨晨了吗 既然我们都分手了 就不要再联系了 他最近好了 他最近跟燕超辰 走了很近 而且还去过 他住的地方 他好我就放心了 你干嘛跟他说这个呀 分手就应该告诉他呀 那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跟他说这些事情吗 那也不应该瞒着他呀 就应该跟他说清楚 可是那应该是在 你去哪里呀 让他去吗 娱乐频道新来的那个主持人 哇塞 长得太帅了 我的男神 他那天冲我微微一笑 我的心都融化了 你说他是不是喜欢我呀 你是不是喜欢我 怎么了 你小心点 没事 我没事 也真是的 走路也不看着点 没事吧你 别说 谁 别说 雨晨 你怎么会来啊 我估计你这个时候 快下班了 所以我来接你 上车去吧 我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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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什么 我好像看到高演书了 高演书 在哪里 没有啊 你应该眼花了吧 也许 是我眼花了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就是 为了我那天的唐突道歉 所以我想请你吃饭 那天的事情 你就算了吧 都过去了 我已经定了位子 快上车吧 好 好 好 麻烦来两份松露牛排 和一份鸣虾 好的 回家一瓶布尔多贵物 好的 起稍等 那 雨晨 那天 我说了 那天的事情 你能不能不要再提起 我们就当做 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以吗 好吧 天色真美啊 你的伤好点了吗 好多了 谢谢 是烟花啊 好漂亮啊 你终于笑了 你看 很美啊 你喜欢放烟花吗 我去附近商店买一些 不用了 这边好像离商店有点远 你快看呐 如果他们坑给咱们一些烟花就好 你这样不好吧 我去试试 走吧 你别去了 这样真的不太好 你看啊 真的好漂亮啊 对啊对啊 不好意思啊 请问 你们的烟花在哪里买的 都给你 都给我 是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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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你怎么把烟花都给人家了 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给她了 那你还不敢回腰回来 难道是我 谢谢啊 谢谢啊 对不起啊 烟花不能给你 否则我女朋友 会跟我翻脸的 请你叫她过来 我想跟她说两句话 好的 你不能喝酒 你不能喝酒 人生就是那么点时间了 还不让我痛快一下 接到你的电话 知道你好好地回来了 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再话她跟我说 说那天约我出去那个电信 是你发的 这件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 你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你李依替我背过两次黑骨 还那么尽心尽力地 帮我言之意之计 我有什么理由 相信你会去害我 可是我一直在想 这个人到底是谁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我现在跟燕超辰一样 对谁都疑神疑鬼的 他 他 现在跟雨晨在一起了 其实我应该祝福他 但是你知道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 接受雨晨和其他男人在一起 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要把心爱的人拱手让给别人呢 难道半年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好好地走完 最后的六个月呢 这就是你跟燕超辰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没办法做到那么自私 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你今天有病啊你 喂 怎么让我男朋友把烟花全都给你了 你们又不认识 因为是我女朋友喜欢烟花 所以我全部都要了 你们两个在这里碍事 还是先回家去 先回家吧 好的 肯定是因为我咬了高原树那口 让高原树的血液进入到我的血管里 引起我的基因改变 让我也具有超能力 你看 你看 好大一片哪 对了上次的事情真的要感谢你 我把戒指在你手上 让你难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已经开始习惯你的做事风格了 我只是为雨晨心痛 这样瞒着她真相 她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她不会知道的 我最近会把家里生意的事情交接好 然后会找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谁都找不到 我会消失的 都计划好了 都计划好了 魏徒务员 贼买纸 以后要小心一些 你可能被人盯上了 要注意安全 我都这个样子了 还怕什么呀 还怕什么呀 怎么了 玫瑰 玫瑰怎么了 都给我来说 各位叔 告一叔 你冷静一点告一叔 对 来 再来一支 再来一支 我现在要操作 控制别人行为的能力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太美妙 如果我愿意 我可以让全世界 匍匐在我的脚下 这就是权力的滋味吗 该死的射毒 肯定是高远叔的血混进了我的记忆 让我得了这么绣于贱人的毛病 军中毁了 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我一言 有个奇怪的事我要跟你说 什么事 昨天我发现 高远叔似乎能控制自己的电磁力了 所以我给他做了一次精英测试 结果我发现 像是被人抽了骨髓的症状 骨髓 骨髓的功能是造血 我知道了 难道他们是想试图通过骨髓的遗址 来彻底地达到 基因改造的目的 实在是太狠毒了 对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后来我继续研究高远叔的基因 我发现一个更可怕的事情 他本来正在裂变的基因链 居然在慢慢恢复 也就是说 他在慢慢恢复正常 难道劫持他的人 是想救他吗 不管劫持他的人抱着什么目的 这个消息 千万不能告诉高远叔 可这是好消息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呢 就像上次一样吗 先给他一个惊喜 再给他一个证明打击吗 先确认了再说 雨晨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啊 我来拿高远叔的派的 我从他们家借的 所以我想拿回去还给他们 其实你让他自己来拿就可以了 什么 他已经回来了 是啊 他昨天回来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那他有没有受伤啊 看起来没什么事 你担心的话 可以自己去问他 不了 我也就说说而已 这个呢 是你自己借的 所以你自己去还 是 你帮我还给他吧 好了 去吧 加油啊 拜拜 顺利啊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说说看 你们抽取了高远叔的骨髓 你们想移植他的骨髓 实现永久造血的功能 燕总 人身体上只有一块骨头 是具有永久造血的功能 恰 具有永久造血的功能 你们现阶段 只是在试验从骨髓里 分离出可以培养的活性物质 对不对 你们老板真是高人 我只想到从血清里提起 但从来没想过 要从骨髓里分离 高总 结果怎么样 如果过了明天 我还没事的话 就说明高远叔 骨髓里的骨髓物质 有跟菌种相同的功效 为什么要过明天 因为每隔七天 我都要经历一次地狱般的痛苦 就像上次那样 我注射了 从高远叔身体里 还有骨髓里提取的活性物质 明天正好是第七天 你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你知不知道万一 再有什么致命的副作用 你就完蛋了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 我说错了吗 对 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原来你是被迫的 你老板真狠 我真想看看他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理论盛et 就算了 你确定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一定会打算 你肯定是个我 什么样的人 我肯定是个大小 我肯定是个小小 我肯定是个小小 你肯定是吧 是个小小 你肯定是个小小 还没什么 你肯定是个小小 那个小小 我肯定是个小那 我说想去小小 我肯定是个小小 好 叔叔 阿姨 好 雨晨 你来了 我是来给远叔还东西的 那好啊 你多跟他聊聊 多劝劝他 雨晨这么忙 你就别难为人家了 雨晨啊 你慢走啊 走了 叔叔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见到他 他也什么都不说 坦白的说 我们也不知道 他回来之后一直沉默寡言 他只是告诉我们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 雨晨 磨蹭什么呢 我记得他跟我说 他好像看到一大朵什么黑玫瑰 黑玫瑰 对 快点啊 不好意思啊 黑玫瑰 一姐 你在干什么啊 我想把吴教授的手写笔 擠搜到电脑里 这样整理和查阅都比较方便 那我来帮你吧 那你仔细点 麻烦你啊 啊 一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个吴教授怎么还手写研究笔记呢 吴教授的研究笔记有一部分在电脑里有一部分是手写的 可能是他的记录习惯吧 可是 这些笔记就跟上个世纪的出土文物似的 你看这几张 自己都不清楚了 你说咱们扫到电脑里边 得用加强模式才能看清楚吧 我怎么没想到 谢谢你啊 一姐 你不用我帮你扫了 不用了 你看 这是什么 吴教授的手写笔记 你看看里面的内容 还有纸张 关于军种的研究起源 怎么了 你再仔细看看 看看这上面的字迹 这根本不是吴教授的笔记 完全不一样 的确是 那这些笔记到底是谁的 你之前说我之所以有超能力 是因为我移植了吴教授妹妹的心脏 这说明吴教授的妹妹很有可能也有超能力 再加上这几页旧的手写笔记 我猜测最先研究X1的人 很有可能是吴教授的妹妹 吴凡 黑玫瑰到底是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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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定要见你背后的老板 我不可能带你去见他 少飞 今天你一定要带我去见你老板 好 我带你去 怎么样 今天你的手有没有出现状况 先生你好 怎么回事 你糊涂了吧 没经过我的头衣 怎么敢又把他带回来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上次我就是在这里被救的 老先生 我没别的意思 您不要怪少飞 是我上次中了蛇徒 被你们救治的时候 迷迷糊糊跡下了路 今天 我跟着他来 是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请教你 你出了什么事啊 你出了什么事啊 我就想来问问 你们两个最会分析的人 帮我想一想 高远树脑海里面那个黑玫瑰 到底是什么 什么黑玫瑰 他说 他失踪那几天 他的全部记忆里面 就只有一朵黑玫瑰 其他的他都想不起来 我怎么想都想不通 所以我就想来问问 你们两个人 看看是怎么回事 你觉得我长得很像百科全书吗 那有没有可能 是他被绑架的地方 有黑玫瑰啊 我查过了 我们这里没有种植 黑玫瑰的地方 这个呀 也未必是真正的黑玫瑰 也许只是一块 玫瑰花的图案 也许是玫瑰花的油画 又或者是玫瑰花的 广告商标之类的 你看 我才夸你头脑够睿智 你的思路一下就开了 喂 小琪 好 我马上过去 小琪帮我找了一个办公室 我要过去看一下 雨晨 易飞就交给你了 别让他到处乱跑 拜拜 快走吧你 叶江峰最近跟小琪的关系 怎么变这么密切 什么情况 小琪辞职了 打算和江峰一起创业 什么 他辞职了 他怎么都没跟我说呢 你太忙了吧 他是因为受不了何小琪 整天跟女明星在一起 所以一气之下选择离职了 还有这种事啊 到时候 我得好好问问他 小琪辞职啊 今天啊 今天怎么这么大风 请我喝好酒 我 你这 这不下两天你们拍广告吗 辛苦了 我也没有时间慰问你们 今天啊 我给你们开个庆功宴 来 喝一杯 干杯 干杯 哎呀 怎么还不来呢 这都快九点了 这记者也够俩的好 给新闻都不倒 又想拿老子来吵绯闻 这家伙一肚子坏什么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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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啊 哎哟 你怎么了小琪 我肚子疼 刚才吃什么脏东西了 不 不知道啊 咱们吃的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对呀 我们吃的一样啊 不知道 好像是早上吃的东西变质了 哦 经理 我受不了了 我先走了 拜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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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不过你啊 你可不能走 你要是走太吵醒了 要不以后咱们 别说要喝酒了 要不你先去卫生间处理一下吧 处理好再过来喝酒 别败了兴致 对对对对 去去去 去吧去吧 去吧 去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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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不疼啊 不疼啊 哎 哎 这不就乖了吗 喝点水喝点水 啊 高远叔的血浑和舌毒 导致你的基因突变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前辈 求你救救我 那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超能力啊 不对 君中是种奇妙的生物 它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它很公平 能改变人的基因 给人超能力 同时也一定会给人副作用 可是叶江帆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是没有呈现什么副作用 迟早的是 那说不定我也是暂时没有显现出什么 特殊的地方 你这个副作用我救不了你 如果有军种那还好 现在最后的军种 都会在你俩的手上了 这是断了我们的根 那请问 你从高远树的骨髓里得到了什么 只要少飞能够平安地过了今晚 高远树的骨髓 就可以做军种的替代品 那个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你白跑一趟 找到这个地方也不太合适 没关系 地方合适价钱合适的办公室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的 这段时间 你都在为找办公室东奔西走 辛苦了 其实也不用太着急 就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也无所谓啊 何晓星和安安是在这个酒吧吗 对 就是这家 走走 赶紧进去 快点 快点 真巧啊 走啊 进去看看 她有什么好看的 看这张包子脸 我早就已经看腻了 用脚趾头都想得到 她跟安安肯定在里面腻歪呗 何晓星被偷拍的现场 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听我说 我们进去侧头热闹 假装不认识他们 说不定还能被狗仔拍到上头条 不要 走了 我不想去 走吧 快走啦 你 快快 这么晚还来拍我们 安姐笑一下 真是辛苦大家了 安姐笑一下 拜托 帮我拍得美一点啊 谢谢 好的好的 好好好 先笑一下 好 安安姐 好 千哥 千哥行 谢谢 谢谢啊 跟安安姐再亲密一点 谢谢安姐 好好好 看这边 千哥再来一张 好好好 安安姐看这儿 看这儿 好好好 伯爹 如果你继续为了明和丽说谎 我们两个彻底完蛋 快点 你快说你爱安安了 你干嘛 你会不会也谢你 连秀恩爱都不会 这白痴在干嘛 还等我白在这里做表情 脸都快僵了 要是这次他搞砸了 我就不在他身上投钱了我 你真正爱的 是 是 正在海边 在这段天 我想在上海 走一遍 你的微笑 你的双手 不能紧握住手 我又能如何 亲爱的你在哪里 别走得太久 真是个大笨蛋 亲爱的我在这里 静静的等候 虽然每一次假面 你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他从来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放在心里 小倩也只是身不由己 逢上做戏罢了 他要不那么说 丙田肯定又以负面形象 上途条 他现在只在乎他的名 他的力 他已经不是我当初 喜欢的那个单纯的何小倩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对 对不起 快走 走啊 等等 惹了祸就想跑 没那么容易 你放开他 水晶又不是故意的 而且已经道过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啊 怎么样 今天不把这东西买光 没完 你这是敲诈你知道吧 我最讨厌敲诈的人 我就敲诈了 怎么样 你 算了算了 我认灾了 老板 我赔你两百块行吗 两百 这怎么的 也得两千 什么 两千 你这什么东西啊 你还要两千块 你太过分了吧你 就两千 你 你 你 干什么 叶家帆 你干嘛 敲诈 可以啊 我们报警 我就说我的手被你的炉子烫伤了 你猜你要赔多少钱 大哥 大哥 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知道哥们是混这孩儿的 永远不是泰山 高台贵手高台贵手 做人要公道 下次你要再想着欺负人 我就没那么容易放过你 快走 快走 快走走 跑什么呀 你手都这样了 快去医院吧 我现在的预合速度 可是越来越快了 哇塞 这也太酷了吧 当初我怎么没去医治个器官什么的 行了 走吧 前辈 前辈 我能斗胆问您一个问题吗 说 我以前以为 吴教授是第一个研究X1的人 但后来我发现 您跟吴教授的妹妹吴凡 才是第一批接触君主 研制药物的人 从你们的年龄推断 你应该大他二十多岁 他是您的学生 我猜得对吗 吴凡 永远的记忆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看到他了 当年他待在军中悄悄回国 我来找过他一次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就断了联系 我这次怀着希望 来找他拿军中 没想到的是 只找到了吴天明 吴凡早在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人都固有意思啊 您的超能力这么强大 为什么还需要寻找军种 能不能少说一句 因为我也需要军种的活性物质 因为我也需要军种的活性物质 来克制我的副作用 您有什么副作用 我这张脸 就是副作用的铲 好 好 好